你 梅令 巫童在吗 谁啊 我想接她回家 巫童走了 走了 她去哪里了 别在门口站着了 请进 这是梧桐留下的 梅灵 谢谢这些日子 你对我的照顾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会好好地生活下去 无念 痛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因为你 梧桐他犯得着离开吗 老婆 你为什么不相信他 为什么 我告诉你 梧桐要是有个什么 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反 老婆 你这样生气对太儿不好 老婆 老婆 对不起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是栗中谋 今天 我不是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身份 而是以梧桐丈夫的身份 在这里请求你们 希望你能看到 一年多的时间 对很多人来说 或许不算什么 但对我来说 却是刻铺铭心的 却是刻铺铭心的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 我的世界里面 有了你 你对童童的好 对朋友的信任 还有你无可救药的乐观 都是我渴望 却不曾得到的 可惜不懂得表达爱的我 却一次一次地伤害了你 我的心从来没有这么痛过 我没办法想象 没有你的世界 我该怎么活下去 所以请你回来 童 回来吧 变成了 经过初步调查 女士的体貌特征 和怀孕的程度 都和你们要找的人很相似 但是尸体已经严重腐烂 从面部上根本无法确认 看看你们能否通过 其他的方式来辨认 如果不行 只能等DNA的检验结果了 你们最好有点心理准备